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43岁的玉女掌门人杨彩妮 2013年与老公步入礼堂 并于去年生下双胞胎儿子 今日她提前为宝贝儿子举行一岁的生日派对 好姐妹梁永琪、李星杰及许如云也带着孩子一同出席 四人的超高颜值掀起热烈讨论 杨彩妮、梁永琪、李星杰及许如云和称小黄花 是演艺圈中著名的好姐妹 工作各自忙碌的四人难得在杨彩妮儿子的生日会上合体 梁永琪也在脸书PO出照片 开心的说彩妮的一对小兄弟出生后 我们四个姐妹们第一次难得这么人奇的都带着另一半和小孩 置在一起为小兄弟们提早庆生 照片中四人亲密的靠在一起对镜头填笑 虽然都以为人母 但颜值仍然超高 据苹果日报报道 杨彩妮的经纪人表示四人上次团聚 是在四年前杨彩妮婚礼时 这次的生日会办在新加坡 梁永琪特地从香港飞去 许如云及老公则是从台湾前往 李星杰也是白忙之中抽空参加 四叔身后的姐妹请显而易见 杨彩妮为双胞胎而举行生日会 翻设自杨彩妮为伯梁永琪 左起杨彩妮旭如云及李星杰男的合体 翻设自杨永琪脸书 姐妹们西家带卷参加杨彩妮儿子生日会 翻设自杨永琪脸书 字幕志愿者 杨彩妮